文化部8月11日 邀請公共電視第五屆 新提名董監事與媒體見面 他們來自不同專業 並以公民身分簡短談話 說明願意投身公視的想法 在2012年的今天 我們又重新跟公視在轉角相遇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激動 也非常的熱血 那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那8月20號的時候 我希望就是審查委員會 能給我們這些已經做好準備的 義工們一個貢獻給公民們的機會 我自己在想 我畢竟做了20多年的媒體人 那現在的媒體環境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的無奈 台灣的整個社會 公共空間的不足 公共討論的不足 是所有公民的無奈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 真的在我的心裡頭 我還是對於媒體有一種想望 這個想望就是希望公廣集團 可以為我們的社會帶來 我們心中 其實我知道很多媒體人都希望的想望 就是一個優質的一個公共的空間 想說的只是因為過去在公共電視服務過 所以最後答應參與 那一方面是部長的熱情真誠 那二方面就是對這個事情我想 想辦法讓公視走回正常的道路 大家來關心公視 這個我們自己的電視臺 因為不管怎麼樣我想整個公視 無論是它的方向 它的政策 它的營運 董事會對這些大的事情的監督 其實是一個責任 是一個義務 它不是一個權利 那我覺得如果能夠付出一點點 能夠對於這個所謂的董事會治理方面 趁這一屆的董事們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我覺得才可以讓公視 真正能夠非常順利的往前走 龍部長感謝每位新提名人 帶著熱情把名字捐給公共電視 8月20日登場的董監事審查會 龍部長也希望社會各界能給予支持 讓新董事會順利產生 董事這個工作是一個無幾職純義工的工作 而且按照公視法 它每一個月都要來開會 很少有這個財團法人的基金會是開這麼多會的 那所以這是一個幾乎是 就是一個完全是要捐名字捐時間捐熱情的工作 所以今天在大家面前站出來的是我們的公民志工團 不管8月20號的審查會 通不通過新一屆的董事會 我想說今天我們這個志工團站出來 應該是說在我們公民社會的艱辛的發展的路上 再度的公民站出來說 我們不願意看到這麼一個重要的公共空間 繼續在泥潭裡頭打轉 所以現在是公民站出來說 讓我們為公共電視的空間 找出一條生路來 國話部媒體公關組 台北報導